顶著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 經濟部長李世光 備詢 怎麼說自己也是第一星族 你那個時候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是多少 記得嗎 很多錢啦 比現在多很多啦 當然知道 第一份工作比現在多很多 所以你是低薪的代表 是 不過我們所有的部長都是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國 擔任IBM研究員 反國工作成了他口中的低薪族 不過李世光還拉其他部長 一起下水 說大家都是第一星代表 這個環境不一樣 我那時候在美國矽谷 然後回到臺灣來 我回到臺大當教授之後 就已經降了六七倍了 所以說現在比臺大教授多一點 回升 當然是比較少嘛 大學生起薪才兩萬六到三萬 跟三十五年前幾乎一樣 被產業界點名是國家危機 部長月薪將近二十萬 陳自己也受到第一星牽連 大學生起薪低 李世光還有神解釋 一般的這個勞工看到的是 他直接可以使用的錢好像變少 他看到福利其實是變好的 物價的飆漲的速度呢 我們心知是沒有這樣的一個並行 讓很多民眾覺得說 好像是 部長你是狀況外嗎 政府推動一力修 勞工薪水沒漲又被砍價 實質福利IP根本沒增加 今天部長李世光 面對年輕人低薪困境 沒提出解決辦法 扯自己也是低薪族 還要大家關注獲得的福利 難怪IP不長幽默 用錯地方 只有黃文堅周視頻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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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